講得太嚴肅了 太嚴肅了 輕鬆一點 來... 就靠你輕鬆了 關照有沒有用 我講一個故事非常有趣 三十多年前 我當年輕的住院醫師的時候 有一天那個破腹產 是我們主任的刀 那因為那個是一個 麻醉護理師的親戚你知道嗎 那我們主任就想說 這個是VIP 因為只要熟人都算VIP 他就親自開 他速度 開得非常好 很快 可是我們想說 正常他開完 就應該去跳去隔壁間 隔壁間準備好了 麻醉護理師跟他說 主任謝謝你 這你的那個是誰嘛 對不對 我親自幫他縫肚皮 你知道嗎 因為正常肚皮是我們在縫的 男生的醫師 第二年第三年住院醫師後 技術最好 為什麼 他第一年練了一年 都在練 縫得都繡花 繡得非常漂亮 我們都繡花 我們差不多0.8公分左右繡一針 我們這主任很少縫 很久沒縫過 可能20年沒縫過 他拿起來居然用縫子宮那個 一個零的一個歐的 最初的線你知道嗎 拿起來就縫你知道嗎 而且差不多每隔1到1.5公分繡 差不多繃起來 做成一團 都繃不停 然後待會兒一分鐘就繃完了 然後我們就 我們看了就不知道怎麼辦 他一走我就說 來 剪刀給我 剪刀拆掉 全部拆掉 拆掉重縫 所以說你那個關照 或是怎麼樣 就適度就好了 不要過度關係也不好 那所以你醫生跟你說 做這些檢查就夠了 醫生為什麼沒有做CT 沒有做MI 要求一大堆 反而是弄很多傷身的東西 結果一些照SOP 其實反而是沒事 像我們當名人 我們去醫院推著媽媽去 就有人來 乃哥這是你媽媽 對... 來... 不要排隊 這邊來幫你掛號 你知道嗎 然後你住院 怎麼 院長副院長來了 院長也來看了 就是你知道嗎 現在還好 旁邊有人馬上拍照下來說 乃哥插隊 真的 十幾年前就服務過乃哥的家人 真的 真的 我還沒有對你沒有印象 失敬... 還是不敢講出來 乃哥他真的就是完全 不管找 不關說 他就是自己默默的去掛號 排隊看真的 真的喔 我是這麼個性嗎 我證實一下 乃哥這是真的 你知道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在音樂 也看過我 我看過你 真的 我跟我媽媽 那個時候我們一起排的隊 真的啊 真的 我這麼沒有出息 我們一起排的隊呢 混到現在還不會灌輸 其實我自己滿整喔 我葉母來看診 我姊姊來看診 我姊姊來看診 我太太看診 通通都是排隊 排隊後來問你說 這是你的姊姊啊 我說對我姊姊 千姊 我說千姊姊 他一直說不好意思 我們從來都 從來不會說那個 一定要怎樣 就這樣排隊 因為他們都是1 2 3號 排什麼隊 沒有 現在都是電腦叫號的 都是有一個是過號 兩號的 一個是目前的號 他自動跳的 很多人都知道 現在都自動的 不會作弊的 是 那我這邊其實我曾經 接觸過就是 我的一些特別的 VIP的經驗 包含了像 我們一些台灣的首富 前十大的一些富豪 對 那我有接 我有接待過像 我們有關國家的元首 都是我們的VIP 那其實像這些富豪 他們其實來看診 其實都跟乃哥一樣 非常的低調 然後也非常的平易近人 那他們也不會要求說 要清場 要幹嘛幹嘛之類 就是都照一班就可以 可是身為公關的我們 其實也是會有一些壓力 像會有一個 我們台灣目前的一個 富豪級的人物 那他每次來看診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 隨行的秘書 一個隨行的護理師 三個保鏢 對 那可能還會有司機 拿拎了兩大袋 還有兩箱的禮物 要來送我們醫療人員 是 那這麼大的陣仗 實在是很難不引起一般 現場民眾的一個 對 側目 對 所以後來 我就開始就是 每次以後 他只要有秘書跟我 約他來看診 我就是幫他清場 就比照百貨公司 幫他封管 對 那就是專門只為他 來服務 我也曾經接待過國台辦 就是大陸的就是高官 來我們台灣這邊做參訪 那結果他的小孩 就當中就不舒服 那海基會就跟我們聯繫 希望我們幫他安排看診 我們幫他安排晚上要看診 可是他們下午就會先請先前部隊 先來做現場的會刊 看你的出入口 看你的診間 看你的監視設備 所以看完之後他就說 好 我們不要走大廳 我們不走大門 請你幫我開小門 開後門 然後我們要後面的單獨的休息室 跟單獨的診察室 那請醫生過來 那像我們醫療院所診察室 都會有監視設備 他就要求我們要把它關掉 那我們關掉之後他還不放心 他要求我們要拿一個那個 塑膠紙碗 保麗龍碗 包起來 把它蓋起來 封起來 那整個看診的過程就是 不准有其他人在 就是醫生跟我在 那不能有錄影 錄音 他們就會有這樣子 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排場 的一個要求 我們有一個麻煩就是說 當你健保卡交出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 你的真名就是會被... 對 沒錯 那沒有辦法 對 所以有一次去做健檢 那因為做一整天健檢 其實你就素顏 然後穿得很寬鬆 然後就跟護士說 不好意思 低調就好 低調就好 然後排隊這樣 結果沒想到下一秒 你坐在那邊排檢查的時候 院長 副院長帶隊起來 委員今天來我們去醫院做健檢 有什麼服務不好的地方 記得要跟我們說 然後我就這樣 對 OK 謝謝 謝謝 真的耶 我們都會搞得不好意思對不對 然後像比如說 我之前去看中醫 然後中醫其實大家知道 就中醫把脈 望聞問切 感覺好像身上什麼病痛 都逃不過他的法眼 然後這樣 鴻肝委員 然後你來了 眉頭一皺好像感覺身體很不好 然後接下來他下一步 就開始想說 那個委員 你知道我們最近在防疫 有研發這個清管醫號 這個清管醫號的預算 真的委員可以好好看 然後我們的清管醫號 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後就開始跟我 就是介紹他們的一些 中醫研發 因為想說 難得遇到立委來 是 是 自己送上門來的 還不跟你好好承認一下 對對對 你還有八瓶在他手上 對 他幫我問我問 然後像耳鼻喉科也是 然後比如說 可能遇到這個耳鼻喉科的醫師 或護理師的時候 他們可能也會跟你說 委員你看一下 我們其實現在這個防疫的裝備 比如說這些防護裝等等 都是用完門診一次就要丟掉 其實真的很希望說政府可以多傳一點 這種防疫的資源給我們 所以便是說這種關照 就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你進到診間 可能有時候醫生認出你了 還會跟你聊一下這個防疫政策相關的 那應該這個關照 有時候會讓人很緊張 因為我被認出來是 比如說健康檢查 做心臟超營婆子 嚇我瘋的 然後醫診師走到你旁邊 Check健保卡說 你就是 但是你弄得就是 你其實一點都不想要 跟他深入的討論選舉 最近有什麼意思 可是他們通常 因為可能看習慣了嘛 他不像我們這樣子 覺得很害羞 他很習慣 所以他就會一直跟你講說 我最近看你什麼議題 怎樣怎樣這樣 我覺得那個是被認出來 最難為情的時候 還會拿出來說 幫我簽個名 下次謝老黎 如果我們去看護產科的話 內診的時候跟你談這個 醫療中心 對 在其實醫學上是有統計的 就是我們一般有一個叫做 的問題 就是他去統計說 有經過VIP的這些關說 特別照顧 跟一般就是 照一般流程來看病 然後得到治療的患者 其實VIP 會有的併發症跟狀況 是比較多的 對 所以我們一般在醫院 也可以想像 因為有些患者來 他一進來就說 我什麼都要主任做 我的鼻尾管要主任放 我倒一定要主任開 然後我一定要幹嘛幹嘛 可是其實平常這些雜事 都是我們這些年輕醫生來做 所以每次主任 就是拿著鼻尾管 抖抖抖抖進去 對 我們都會要去看 想說 請問這次要放多久 對 所以其實這種狀況 還滿常見 那我自己本身的經驗 是因為我老公 他也是醫師 然後他去年去開刀 然後就是在他任職的醫院工作 所以他院內員工出來之後 他回到手術房 出來到麻醉科 麻醉科出來到病房 就一直跟我說 今天真的好痛 今天真的好痛 然後我們就在討論說 是不是你特別怕痛 我還笑他 結果他後來回去查他在那個 恢復式麻醉科開的藥 他發現那個麻醉科的那個醫師 是他的朋友 然後因為他可能很怕他有副作用 麻醉的藥會吐或什麼 他麻醉要只給他開半支 正常都只開一支 然後他回去 而且他是後來回去再去查 他發現他怎麼只給我開半支 難怪我那個時候那麼痛 就很生氣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醫療人員 在看這個VIP的問題的時候 會覺得說很多人 因為他對於自己疾病會有恐懼跟焦慮 所以他會需要花很多的 多餘的 可以說我們醫療人員眼裡 看起來覺得是多餘的動作 來去讓自己安心一點 那像好幾個月之前 現在疫苗大家都有打得到了 但甚至是有時候開了一瓶十劑 打一兩劑剩下來還會倒掉 可是大概在幾個月之前 不是一直有發生那個 就是要靠關係打疫苗的時間嗎 那我其實就有認識 有被問到要不要去打的人 然後那個時候被問到的時候 他就說某某某先生這樣 就是那個一支疫苗是三千塊到五千塊 然後因為他一瓶是十支 所以如果你可以找到十個人 都可以付這個錢的話 你就在什麼時候 凌晨不知道幾點來我們這邊 然後打完之後 你不要說你是打什麼疫苗 你說你是打肺炎鏈球菌 然後他當時那個被問的那個 其實也是醫師 然後他後來就跟我說 學妹我還是拒絕了 因為我怕我去打到被發現 我真的會 我真的是以後就會被臭這樣 可是其實我們現在回頭看 有很多當時多做的一些事情 現在看會覺得是不必要 來跟我們補充一下 我們民眾這麼多人 喜歡去拜託政府官員 或者民意代表 是 其實你最好的就是你附近的 那個嘉義科的醫師 是 你的家庭醫師最好 他寫的條字 我們都很重視 是 同業寫來的我們立刻說 這轉介過來的 或者同科轉介的 不同科轉介的 都沒關係 你找一個醫師幫你寫 他們 我們會覺得這個醫師判斷過了 是 我們來處理會非常好 所以善用你的家庭醫師是很重要的 不要捨盡求援 就是這個意思 沒錯 對不對 這個大家平安健康 是我們上上之道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